開始我們今天的講座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Conny 歡迎來到由中橋互助會 和溫哥華沿岸衛生局聯合舉辦的 菲斯省COVID-19疫苗計劃須之 本場的講座,將以廣東話進行 今天進行講座的地點位於 馬斯坤、史光米薯和塔斯里爾沃特斯 這些西岸原住民族傳統和未被各樣的領土上 我們向這些民族致謝 讓我們可以在一片土地上生活 如果你想知道你所居住的土地 屬於哪一個的原住民族 歡迎瀏覽www.native.ca COVID-19疫苗已經推出了 但相信大家仍然對疫苗有很多疑問 例如哪些人應該接種疫苗 疫苗有什麼種類 是否安全和應該怎樣報名 有見及指 中橋互助會聯同溫哥華沿岸衛生局 舉辦了國粵語的疫苗資訊講座 為大家提供一個網上的資訊平台 國粵的講座將會在下星期六 3月27日下午兩點舉行 除此之外 中橋互安排了韓語和他家陸語講座 詳情請留意中橋的網站 今天我們的講座除了Zoom之外 亦都會在YouTube直播 講座結束之前是問答環節 大家可以按下Zoom chat box的按鈕 或者在YouTube即時評論發送問題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會抽選一些問題給醫生解答 事不宜遲我們開始今天的講座 我們很高興邀請到何健韜醫生 和我們分享有關疫苗的資訊 何醫生是卑斯大學急救專科醫生 兼卑斯大學醫學院電子醫學急救部的領導人 同時何醫生也是Icon 安康健康網絡的執行董事 我們有請何醫生 Hello 多謝你Conney 首先要多謝中橋互助會邀請我來到這裏 和大家分享關於新冠病毒疫苗的資料 我這個是由溫哥華沿岸衛生局 和中橋互助會一起合辦的 可以有機會和大家分享一些小小的知識 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 作打這個疫苗的決定 剛才我Conney說我是急救部的醫生 也是B.C.大學的教授 我希望今天的資料是對大家有幫助的 我就想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做一個大概15分鐘的介紹 解答8個最普遍的問題 解答之後 我們就有一個問與答的環節 Conney會一直去主持這個環節 我也希望在那個時候 可以幫助解答某些問題 首先就是看看問問大家 看不看到那個環燈片 我剛剛已經開始跟大家分享這個環燈片 看不看到嗎? 好,謝謝你 好,我想現在我開始講了 今天就是講關於新冠病毒的疫苗 不僅止有些資料是關於疫苗 也有資料是關於怎樣去接種這個疫苗的 這個就是8個最普遍的問題 我就會在我介紹裡面解答 解答之後 我們會繼續去問與答的 Conney想查一下我的聲音夠不夠 可以嗎? OK,好,謝謝你 好,這8條題目 第一,為什麼要接種新冠病毒疫苗呢? 第二,加拿大有哪幾種疫苗呢? 那些疫苗安不安全? 以及那些疫苗有沒有效? 需要知道什麼時候 誰去接種疫苗 然後如果去接種的時候 如何去預約 如何去準備去做這個疫苗 在那時候診所接種疫苗的時候 有什麼事情發生呢? 然後到最後接種疫苗之後 有什麼要觀察呢? 我會解答這8個問題 好了,第一個問題 為什麼要接種新冠病毒疫苗? 大家知道新冠病毒 是全世界一個大流行 pandemic 大家都看到了 觀察到 每天都說有多少人死亡 有多少人進醫院 有多少人入心設治療 而你將新冠病毒 和我們普通的感冒比較 這隻新冠病毒 是比感冒十分多重要的 而且大家都知道 現在我們盡量用了不同的方法 社交距離 戴口罩、洗手 來避免新冠病毒 也有一個十分有效的作用 但是對感冒來說 避免得很好 很多人都沒有什麼人有感冒 一是因為社交距離 二是有很多人打了感冒針 感冒預防針 所以低很多 但是新冠病毒 我們現在正是開始 逐步前進去打疫苗的 第一就是新冠病毒 是一個嚴重甚至可以致命的病 第二就是有些人說 如果有新冠病毒 有些人輕微的之後都沒有什麼問題了 不如不要打針了 我想告訴大家 就是有統計說過 高達三個人有一個人 三個人有一個人 高達這個這樣的程度 是有了新冠病毒之後有後遺症的 不僅僅影響生理的問題 有些人叫做long haulers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就是說有了新冠病毒 好之後都繼續幾個月後 都覺得好像疲累 有些問題的健康 long haulers 現在還在發覺 為什麼有這樣的情形 以及怎麼樣醫療 第二有很多人在心理上受到很大的影響 尤其是進入了心切治療部的病人 或者他們的家人 之後的時候 都有一些叫做post traumatic disorder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就是說之後還是戰戰兢兢 一直心理都是有一個影響的 所以最好沒有這樣的問題 就是避免有新冠病毒 第三當然就是因為新冠病毒 很容易傳播 十分容易傳播 其實打疫苗 打疫苗這個不僅僅是幫助自己的 是幫助我們社會每一個人的 我現在會再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因為打了疫苗 可以阻止這個疫苗容易傳播 除了這三個理由之後 其他理由都是關於新冠疫苗的 到現在為止 我們加拿大那幾個新冠疫苗 全部都是有效 而全部觀察來說都是很安全的 我也剛才說過 打疫苗是保護自己和保護他人 也可以幫助我們的社區重新開放 有些人說 那我又沒所謂了 我又不出街了 不如我自己留在家裡 那我留在家裡也不會惹給別人了 那不如不要打了 但有一個考慮就是 我們會不會時時都留在家裡呢 然後某一個地步的時候 我們全社會都需要有抗拒新冠病毒的問題 所以是不僅僅是考慮對自己 也都考慮對社會有幫助的 好,第二個問題 就是疫苗有哪幾種 在加拿大最低頭的兩種 剛剛開始的時候 就是輝瑞、Pfizer 和Moderna 這兩種疫苗都是叫做mRNA疫苗 這疫苗其實是怎樣做的呢 就是將我們找新冠病毒裡面 其中因此的一小段 注入我們的身體裡面 但是那一小段入了我們細胞之後 我們細胞就會產生 這個新冠病毒的激蛋白質 激蛋白質 不會令到我們自己有新冠病毒的 不會的 這些針不是打病菌由我們身體 只是打其中因子的一部分 它一有激蛋白的時候 我們的免疫系統 就看到的蛋白了 一看到的蛋白 就會很激進的抗拒 而在我們身體 做出一些antibodies 一些蛋白質去抵抗的抗素 以及我們的免疫細胞 都可以認識到這隻激蛋白 而將那些有菌的細胞弄死的 所以Pfizer和Moderna 這兩隻就是MRA 一段小的因子 注入我們的身體裡面 而其他兩隻 AstraZeneca和Jensen AstraZeneca的中文名字太長了 我叫他AstraZeneca Johnson Johnson叫做强生 這兩隻是病毒載體做法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它也是將新冠病毒 其中一部分的因子 DNA 由一個很普遍的細菌病毒 我們普通的流行性感冒的病毒 或者有些 大家可能聽過是猴子的病毒 這兩種病毒 不會對我們身體有影響 不會使得我們病的 但是為什麼要用它的病毒呢 因為這病毒知道 怎樣可以將那些因子 注入我們的細胞裡面 所以它就用其他的病毒 來做一個載體 乘載了那個因子 進入細胞裡面 進入細胞裡面 又是再做激素了 做了激蛋白質 Spike Protein 然後又是令到我們抑鬱系統 開始有作用了 那這兩種病菌 這兩種疫苗有什麼分別呢 第一種 那種輝瑞和摩登納 就是將一個肥造泡沫 Lipoprotein 包住那個mRNA 包住它 我們注射進去的時候 那個肥造泡沫 就融化在細胞的表面 將那個mRNA注入 但是那個肥造泡沫 就是要十分十分低溫 才可以保存它 所以你聽到大家都說了 輝瑞和波登納 要去減70度 涉事減70度 以下來保存 一融化之後 幾個小時內就沒有效 因為那個肥造泡沫 但是 AstraZeneca和 Jonson 那兩種 就是因為它用這個 病毒載體 就不需要那麼低溫 所以在普通的冷藏方面 都可以了 所以在運輸方面 和普遍方面 其實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個分別 就是 Johnson Johnson 只是打一針而已 其他的三隻要打兩針的 所以 是 決定了 如果你是在哪裡住 在哪裡 比如你在村落住 或者在城市住 或者你在 其他全世界 比如一些比較經濟低微的國家 可能要用另一種藥 但是在加拿大 我們有這四種藥 可以幫助我們的 第三個問題 就是 我知道有什麼疫苗 但是安不安全 有沒有效的 這個很重要 每一種疫苗 在批准在Health Canada 加拿大衛生局 衛生局 Health Canada 它在批准之前 一定要知道 有看過臨床實驗 以及所有科學裡面的 有效性 這樣才去批准的 而這四種藥 都經過Health Canada 這樣的批評批准 這樣才可以開始進來注射 我們知道 在不同地方 有全世界 不僅在臨床實驗 而且現在很多國家 已經打了很多針 一直看完那些證據 都認為這四種藥 疫苗是很安全的 第二 不僅是以前的經驗安全 而且是繼續監控的時候 我們要繼續知道它是不是安全 我們加拿大 有一個很好的監核系統 在三月到三月十二日 截止 我們在加拿大已經打了283萬枝免疫針 283萬枝免疫針 而每次打針 有些人有問題的時候 他會報回加拿大 到現在為止 283萬枝 只有2200個報告 是不良事件的報告 但是說到這個不良事件報告 只有287個報告 是一個嚴重性的報告 就是說 有10萬個打了免疫針 只有10個報告 10萬個免疫針 只有10個報告是嚴重的 因為加拿大的經驗 打了283萬枝針之後 到3月12日為止 得這個這麼少的報告 是嚴重的問題 當然 每次打針 都是會有機會有副作用 但是你看這個安全的情形 這個其實安全過很多很多藥 而它也有效性 所以在這個相繼來說 有效性和這個危險性 其實打針是十分十分安全的 但是我們也會繼續 持續去跟蹤的 我們繼續打的時候 一直有監控系統看著 所以一有什麼不正常的事情 通常我們會立刻公佈 立刻去考驗 立刻去審核 所以在加拿大 我們有這個系統是很好的 最後說到有效性了 輝端和摩登納 大家都知道一開始的時候 就說 九成作用 打完第二針 九成五的作用 這個就是好事 但是打針 記住打針之後 起碼有兩星期 你的免疫系統 才可以有有效的作用 所以打針 立刻打針之後 等兩個星期 打完第一針 可能會有到九成的作用 但是要先打第二針 第二針就是四個月後 或者十六個星期後再打 打完之後 第二針有九成五的作用 AstraZeneca和Johnson Johnson的 臨床實驗 他們不是會看完所有的問題 但是他們注重於嚴重 或者要入醫院 或者要有新設部門 或者死亡的人 在那些情形 他是十分有勇的 可以防止死亡 防止入急救 防止入深切治療 所以也是一種很有作用的疫苗 好了 我們解答了 一,為什麼要種疫苗 保護自己 保護大家 第二,有哪幾種疫苗 第三,疫苗的有效性 和它的安全性 我們現在有一個系統來看著 好了 講到誰需要種疫苗 誰需要種疫苗 在BC省18歲 或者以上的居民 打疫苗是完全免費的 打疫苗是完全免費的 那誰不可以打疫苗了 很少部分人不可以打疫苗 如果 如果你對一種疫苗 打過了 有嚴重的敏感 你就不可以打疫苗了 我一會兒會跟你說 關於什麼是嚴重的敏感 暫時先賣開關子 一會兒再談 但如果你有嚴重的敏感性 就不可以打了 第二,有兩種疫苗 它不僅僅在疫苗裏面 也有防腐劑 其中在輝瑞和摩登納 有一種叫polyethylene glycol PEG 如果你對那種敏感 你就不可以打疫苗了 那怎可以知道呢 有很多人都未必知道 其實是很少部分人的問題 也有其他微手術 有時候都會用這隻的 譬如有時候有很多人照過搶鏡 他們也會用這隻PEG 如果在那些情形之下 或者你做過手術 或者有敏感的情形 你就需要問一問你醫生 就是我以前做過這個事 有這個敏感 我可不可以打 那PEG就是其中一隻 但如果AstraZeneca 那隻叫poly sorbate 80 那隻如果有敏感 也不可以打 但是很少很少部分有問題 這個是最重要的 嚴重過敏就不能打 第二就是 如果你在三個月內 試過有新冠病毒的問題 譬如你兩月前 我又發燒什麼 我檢查的時候 原來我真的有新冠病毒 那你就要等到三個月後 好了 那你就可以打 在三個月內 不需要打這個疫苗 所以如果你過去有三個月 有新冠病毒 就不要打疫苗了 第三就是 如果你當日打針那天 覺得不舒服 打針那天 覺得有發燒 有感冒的症狀 或者你有慢性病 那天 那個慢性病 不太好了 譬如你的血糖很高 或者你心臟病 呼吸不點了 那就千萬不要打針了 聽力先好 好之後再打針 這些情形 就不要中疫苗了 但如果沒有這些情形 可以去中疫苗 好了 講一下 中疫苗的 預約手續 我們在溫哥華沿岸衛生局 有個免費的預約電話 電話寫在上面 中橋會作會的網站 也有很多資料 關於這個電話 或者溫哥華邊緣衛生局 也有這個資訊 就是這個電話號碼 18775875767 你打電話去 可以預約 現在是80歲或以上的人 可以打電話進去 預約 1941年 或早些時候出生的人 現在可以立刻致電 去打電話預約 然後我們會根據年稅 一路排 越來越年輕 就開始 再遲些 又可以打電話進去 那就要留意新聞 我們會時時告訴你 什麼時候 75歲可以開始 什麼時候70歲可以開始 會和大家聊 我們這個打針的地方 這個電話號碼 是7天都可以開的 今天都可以 7點到晚上7點 你可以打電話去 預約 最重要是 預約的時候 他會問你 你的年齡 是多少歲 如果你是1941年 或以前出生的時候 你現在可以登記 如果你需要用中文 沒問題 那裡會有中文的人 對你服務 會提供這個服務 最重要 有哪幾樣資料 在手上 你打電話的時候 第一 要有BC個人健康號碼 那個PHN number 每個人都有 你有健康卡 你會有號碼 也有人 譬如他把他的駕駛 執照 和個人健康號碼 合而為一的證件 在那裡 也會有你的PHN number 個人健康號碼 這個需要在你的手上 第二 當然你的名字 你出生日期 還有你有一個銀行碼 你的尤證編碼 因為我們現在是跟衛生局的地方 來做這個打針 所以如果你住在大灣灣灣灣灣區 列治民、溫哥華、北溫、西溫和沿岸 Pow River那些地方 打去溫哥華、沿岸衛生港就行了 那它就要問你的帳號 但如果你住在譬如巴納比或者Suri 那些就是Fraser Health那個地方去預約打針 所以它需要你的郵政號碼 個人健康號碼、姓名、出生日期、郵政號碼 以及你的電話號碼可以跟你聯絡 那你就要給他電話號碼 那紙筆是你自己的 他們不需要問你拿紙筆 你只用紙筆寫下這些資料就行了 那這幾樣東西最好在手上打電話之前 由打電話去預約的時候就這樣做 打電話之後他會問你想在哪裡打針 有幾個地方選擇的 不是唯一的地方 你就可以選擇最近的地方去打針 那怎樣找到呢? 一你上去溫哥華沿岸衛生局的網址 他會寫下不同的地方在哪裡打針 亦都可以到時問他 你說我住在這裏 哪裏最近? 他會跟你接觸 或者你的朋友去過一個地方 你是熟悉的地方的 那你就可以說我熟悉的地方 我想去那裏 那也可以 是你詢問 他會盡量把最方便的地方告訴你 然後最後就是個人 如果你打針 如果你有問題 就是說 喂 我有糖尿病 我打不打得 那個電話就不適合你的 那個電話就是幫你預約 最好你就是那些問題 跟你的家庭醫生交談 因為你的家庭醫生 知道了你的檔案 知道了你的問題 最好在那裏問 但如果你想有第二個門徑 811 811也是一個好的門徑 全省必施省 如果打去811 他都會幫你服務 解答你關於這些接種疫苗的問題 亦都有中文服務的 如果你打去811 你說Catnese 或Chinese 講句中文 那會有人幫你搏去 一個講中文的人幫助你的 811 這就是怎樣去預約疫苗 電話號碼 帶些什麼證件 有什麼證件去跟他談 以及去選擇一個方便的地點 就是這樣的情形 好了 再講講關於 如何去準備疫苗接種 去之前 有什麼準備呢 第一 最好就是身心健康 最重要就是沒有症狀 去那天 一定要去那天 或者前兩三天 就不要說 如果開始有發燒感冒 就不要去了 先休息一下 先好一下 然後再約 去的時候 記得帶個人健康號碼 剛才說過 那個證件 還有帶多一個身份證 那身份證 最好有你的年稅 名稱和你的相片 然後帶你那個預約通知 因為他幫你預約了之後 有了那個預約之後 就會告訴你 這個預約是這樣的 我會給你 那你寫下的資料 或者如果你有電郵 他發的電郵給你 就帶電郵去 去到那個地方 最好就是準備一張 你自己的疾病 藥物和過敏的清單 就是說我有血壓膏 糖尿病 做過什麼手術 有一張清單 然後我現在吃那幾隻藥 然後我對哪些藥 有過敏 有一張清單 帶過去 因為到時候 他問的時候 你可以立刻 拿一張清單出來 跟他解答 到時候那天 最好就是穿短袖的襯衣 因為在那裡 他會打針 如果你是短袖 就有幫助 但是也要穿多幾層衣服 現在不是夏天 最重要是穿暖一點 OK 穿些清新的衣服 今天12點的時候 有個朋友 打電話進來 有個好建議 他說最好就是 穿短袖衣服 但要穿背心 因為背心 令你好暖 暖一暖 這是好事 所以很感謝各位朋友的建議 我也呼籲大家 穿多幾層衣服 暖一點 但是 袖就短袖 容易打枕 到時候 最好就是 準時到達你的約會 如果你想說 五分鐘 十分鐘前到 其實更好 不要說 兩點鐘 兩點鐘 立刻在兩點鐘的時候到 如果1.55分到 最好 如果可以1.50分到 也更好 但是不需要太早 不需要說 哇 我要兩個小時前去排隊 不用的 到時候 那時候 就最好 到時候 診室有什麼事會發生 第一 就是幫你登記 你帶上一些證件 他會幫你檢查 對照 寫下你的資料 然後 去中疫苗的時候 大概又預約15分鐘 登記大概15分鐘 疫苗接種也有15分鐘 那裡會有醫務人員 跟你聊天 會首先詢問你不同 健康的問題 就是問你 對藥有沒有敏感 你有什麼問題 吃什麼藥 會不會有敏感 那些東西 他會問 但是我們不會在那裡 幫你做全身檢查 那只是跟你對答 所以如果你有什麼疑問 在那時候 最好是在那時候之前 跟你醫生談過了 知道你自己個人的情形 如果你喜歡 有一兩個問題 也都沒效益 很好 可以跟他對答 問問他 我跟醫生談過這個問題 我只是想肯定一下 是否有這個問題 你可以跟他對答 但是那個 跟你對答的服務人員 就不會幫你檢查身體 不會給你一些健康知識 他打完針後 會給你一個免疫卡 卡上面 就會有那天的日期 以及你打疫苗的名字 是輝瑞 還是摩登納 寫下它 它還有一個號碼 叫做LOT number LOT number 為什麼那個號碼很重要呢 就是因為 雖然大家都是輝瑞 但是它生產的時候 一批一批出 每一批叫LOT number 我們需要知道 打的時候 你打的不僅是輝瑞 而且我們要知道你的LOT number 如果萬一有事 萬一有個人有些敏感 或者萬一有個人有些副作用 而剛剛在正那個LOT number 那一堆生產裡面的人特別多 那我們就要注意到 以為那個是不是那個生產過程 不是疫苗 而是生產過程中 那一堆的疫苗有問題 我們會去追蹤那一批 所以LOT number很重要 它會給你一張疫苗卡 那張卡大概很小 你可以放在你的文包裡面 到時如果真的有什麼問題 或者你有什麼副作用 有那張卡 我們可以知道 你是打哪一隻疫苗 哪一天打 以及你的LOT number 這個是對我們很有幫助的 那第四個幫助當然就是 到16個禮拜之後 16個禮拜之後 你要再打針的 那我們知道 你四個月前是哪一天打針 那我們在四個月後 就知道需要在哪一天打針 所以那張卡不要不見 它給你的時候 留回那張卡 那打完針之後 我們也會叫你逗留 在那個地方15分鐘 那就是觀察了 那15分鐘沒有什麼做的 如果你帶一張報紙去看也可以 你去打手機也可以 大家15分鐘比較悶 因為通常沒有問題 但是很少很少部分人 因為開始有嚴重的敏感 如果有這樣的問題 我們可以即時在那裡幫助你 所以這15分鐘的觀察 是一定必要的 不要說打完針 你15分鐘觀察 你說沒事的 我去喝茶 我都不能喝茶 所以要回家 你說要走人了 但是不要 好 最好留在那裡15分鐘 保持安全 有人觀察你 15分鐘之後 可以離開 在那裡診所 也會有言語的服務幫助你 好了 最後一張幻燈片 就是打完針之後 要觀察什麼 如果大家有問題 可以開始打進來 亦都可能很多人打進來 Conny一直會看著你 如果有問題 我盡量去解答 打完之後 有什麼要觀察著呢 第一 回家 還有休息 水分要充足 然後 有很多時候 打完針後 有一點副作用 遲些會談 最好就是 在另一天 如果你不需要做什麼事 不需要上班 那你也可以 或者休息一天 但是 也都是 最普遍的副作用 就是沒有事 打完針之後 沒事 沒有問題 大部分人都是這樣的 亦都很多人 打完針 在打針的地方 我就是這邊打 我記得打針之後 我都痛過半天 但不是很痛 是動手的時候 好像 鼻鼻地 但是 通常一天之後 就過了 通常是 微 這是輕微的事 然後 也有些人 過了一天 覺得好像 一般 不太舒服 覺得好像 有點輕輕的 或者 胃口不好 或者比較累 想睡覺 其實 那不是說 你患了 新冠病毒 不是說 我幫你打針 打著病毒 進去死了 我現在病了 不是這樣的情形 這是你的免疫系統 開始生效 因為你的免疫系統 生效 使你覺得好像 作病 作病 就是說 周身不舒服 好像 肌肉有些少少 酸痛 這是很普遍 也都 比較普遍的情形 也是過一天左右 完結了 所以這些症狀 不需要太擔憂 一兩天之後 應該可以了 在這裏看一看 大家都是 很可能 你只是打第一針 我想提醒你 就是有時候 打第二針的時候 似乎 有些人覺得 副作用比較強 就是說 上次打針沒事的 今次又手痛 又身不舒服 這樣 因為打第一針的時候 你的免疫系統 完全沒有對疫苗的認識 所以說 不知道 猛成成 慢慢慢慢 過一、兩個星期 就開始 我認識到你了 我現在知道 這隻 激蛋白了 第二天 我看到你激蛋白 我就會跟它對抗 所以第一針的時候 沒有什麼副作用 打第二針的時候 因為你的免疫系統 已經見過這隻 東西 所以一打進來 有驚覺 所以 反應就強了 反應就快了 所以 很多人發現 第二針好像比較 反應強一些 但是 也是一、兩天過的了 也是一、兩天的 情形之後 就過了 就不是說 我們打多些 份量下去的針 讓你有多些的反效果 不是這樣 是你的身體的疫苗系統 反應系統 已經有了生效的作用 有什麼要提防呢? 過敏 什麼是過敏呢? 這四個是很大嚴重的過敏問題 也是很少人會有這種情形 第一 就是覺得 打完針後 呼吸有問題 就是覺得 哇 越來越醜氣 越來越喘氣 無法呼吸進去 這是很嚴重的過敏 第二 就是覺得 皮疹 出一些紅疹 全身出了紅疹 或者很癢 或者全身紅疹 的問題 這也是一個敏感的問題 第三 就是 暈 那不是說覺得 好像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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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浪的 這個暈呢 簡直是覺得好像 上暈 或者站起來 哇 差點要跌 要坐下 或者 就算坐在這裏 都覺得好像 頭暈暈 要躺下 這個就是因為敏感 使得你的血壓很低 所以你血壓低的時候 你就覺得暈 這也是很極度性的 很嚴重的過敏問題 第四 就好像覺得 喉嚨 有的東西硬著 吞東西又吞不到 吞東西困難 這個就是 怕喉嚨裡面的腫脹 這四個情形 對敏感是很嚴重的一個問題 如果有這樣的情形發生 要立刻去急救 立刻去急救 如果你有什麼不尋常的症狀 就是 不是 這個問題 所以 如果 坐在那裏 15分鐘 開始覺得 越來越有這樣的問題 呼吸 或者吞東西 不要 就算是到15分鐘 你也不要走 你告訴那些人 我想坐多15分鐘 或者如果你有這樣的問題 立刻報告給一個人聽 他會幫助你的 在種疫苗 如果你有什麼不尋常的症狀 就是覺得 不是那些 好像覺得 好像有些不舒服 突然 一隻手 全隻手 動不了 突然說話有問題 突然我的腳不動 那些問題 最好 立刻去致電你家人醫生 或者你可以打811 因為有時候打完針之後 以為可能是因為那支針 但可能是巧合性 其實你有第二個問題 但第二 如果你真的打完針 是因為那支針有問題 也都可能會有 很少部分 有些不尋常的變化 在這個情況 就不要自己做醫生 不要自己做醫生 自己做護士 立刻打電話去家庭醫生 立刻打電話811 或者找尋醫務人員 幫助你 如果有不正常的症狀 到最後 如果有症狀 有問題 雖然未必是太急 但是也有些問題 對你有纏擾 最好追蹤你的醫生 或者打811 可以解答你的問題 好了 我講到此為止 我希望答到最普遍那八個問題 我想大家也有很多不同的問題 或者現在開放給大家 來問問題 好嗎? 康妮給你 謝謝何醫生 我們收到很多朋友的問題 很踴躍 大家都很踴躍 我們就 都 整理過少少 我想問一下醫生 是 如果可能 如果有一些 他們本身自己會有一些疾病 本身已經有一些疾病 譬如說 血壓膏 或者心臟有問題 有月形肝炎 或者甲狀腺有問題 或者現在有癌症 他們可能已經有一些藥物 在吃著 或者他們的免疫系統 會因為這樣降低了 或者他們本身自身的免疫系統 比較低了 那他們適不適合去打這個疫苗呢? 那如果是適合的話 有沒有說哪一種的疫苗 是比較好一點呢? 好 很多謝各位朋友 這一種的問題 也有很多人對這個關注 就是說 如果有慢性病 可不可以打疫苗? 那統一說 說一句就是說 如果你有慢性病 這個不是不能打疫苗的問題 反正來說 如果你有慢性病 可以打疫苗 但是有幾件事要看著 一就是你的慢性病 不是在發作著 譬如你有糖尿病 而你那時候 血糖是十分十分高的話 那那個先醫治你的血糖問題 才去打疫苗 所以有慢性病 但是你的慢性病 保護得 保存得好好的時候 這個是可以打疫苗的 但是呢 我也知道 有很多不同的慢性病 那我不可以說一一解答 所以最好呢 就是你和你家人士生 醫生談談了 那麼你家人士生 可以確定 你這個慢性病 是保存得好好的 有沒有問題呢? 而有一條問題呢 就是關於那個 免疫系統 受到限制 Immuno Suppression 在那個情形呢 最好和你家人士 談談 因為有很多不同的藥 可以有輕微 或者很嚴重的 減低Immuno Suppression 這個免疫系統 減低它的功能 那在那些情形呢 十分重要 跟你家人醫生談 問問你醫生 和他交談 你可不可以打針 謝謝何醫生 好 我們有一位長者 就想問 他曾經中過風 那打針可不可以呢? 這個疫苗 是的 多謝這位長者 中過風之後 可以打疫苗 這個中風 自己不是說 不可以打疫苗 這個情形的 當然 如果你剛剛中風 有了這個問題的時候 在醫院也會有醫生 跟你考慮 跟你揣摩 可不可以在醫院裏面 打這個疫苗 我們在醫院裏面 亦有一個打疫苗的計劃 那如果是北幸中 有一個朋友 是進了醫院 住在醫院裏面 那裏也會有醫生 跟你談談 在醫院裏面 會不會幫你打疫苗 好 醫生 我們有一個follow up question 就是剛才提到 一些慢性疾病 譬如說 高血壓 或者本身有 總之一些慢性疾病 那你就剛才建議 他們就跟自己家庭醫生去討論 那會不會說 你都有一個建議 可能哪一種的疫苗 譬如Visor 或者Moderna 哪一種 是比較適合他們 可能本身已經有慢性疾病的人去接種呢 明白 第一想說就是那些疫苗 加拿大批准那幾隻疫苗 全部都是安全的 在幕後 他們也準備了 我們剛才也說過 每隻疫苗有它的儲存的需要 以及它某個地方 怎樣去把疫苗分佈 所以 在幕後 我們會準備了 如果是這個連稅的人 如果是這個地方的人 我們會有某一種疫苗的分佈 對大眾來說 你去這個診所的時候 對不起 沒有選擇 你說沒有了 我去到這個 我會選擇這個疫苗 去到的時候 沒有這樣的選擇 但是我建議大家 呼籲大家 去到的時候 它是公佈你哪一種疫苗 它已經在幕後 考慮過很多的因素 而選擇的疫苗 在那個診所裡幫你打針 所以 希望到時候 你打針 最重要是認識你是打了哪一種 我們知道 翌日 需要再重複打的時候 我們需要知道是哪一種 但是自己沒有選擇的 好 麻煩何醫生 可能有一些長者 都會對打疫苗有少少的憂慮 他們又覺得 如果我不是經常出街 我出少一些街 或者甚至不出街 我可不可以不打針 我明白這個問題 我也知道很多人 對疫苗有少少的戒心 我明白 通常 這是新藥 有沒有問題 但是我想說一句 就是 那個新冠病毒 它的強烈性 看到全世界都有這個大流行 這個pandemic 100年一次 上一次已經是西班牙大流行 這個大流行 是全世界 令到這麼多人死亡 這麼多人病重 所以 因為這麼嚴重的問題 我很呼籲大家 一大支針 第二 第二 如果我留在家裡 我不會出街 沒什麼危機 是明白這個道理 第二 可能會有人來探望你 可能你自己也會出街 你自己也不會說 半個月 六個月 一年 三年 五年 不出街 所以遲早都會有一個機會 感染 感接觸到 這個新冠病毒 是有這樣的機會 第二 第三 就是 如果是不打這個針 而你有機會 惹了這個新冠病毒 那個嚴重性很重要 第二 就是 就算你復原 有時高到三分之一的人 會有後遺症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我也是呼籲大家 最好打針 然後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 如果你打針 其實你是幫助社會 我們知道 如果全社會 有了六成、七成的人 打完針之後 我們社會裏面的抵抗力 會更高 當然 如果我們九成人打針 十成的人打針 就最好 但是 起碼要有七成、八成的人 打針 所以如果你打針 不僅是幫助你自己 亦都是幫助全社會 去復原 謝謝何醫生 有位朋友想問 有個Vacine AstraZeneca 是不是會導致血腮呢? 謝謝你這個問題 我知道在歐洲 那裏 就是有 AstraZeneca 似乎有多幾宗的人 有了血腮 或者血禽塊的問題 這個問題是 是因為 AstraZeneca 的針 還是因為 它出產的時候 那個Lot number 剛才我們也談過 就是它出產 每一批 都有一個生產的一批 出來的 這個又是第二個問題 而我們加拿大的AstraZeneca 雖然名字是同一個名字 但是我們製造的地方 不是由歐洲那裏出的 在AstraZeneca 在歐洲出的那一種 在歐洲裏面發現 有很多人 有血禽塊 但是我們加拿大 現在那幾萬劑的AstraZeneca 不是歐洲那裏原出的貨 所以貨是一個不同的貨物 但是我們也需要有一個很安全的監控系統 如果在這裏打針 如果真的開始越來越多人 有這個問題 我們需要關注 但是在英國以前 已經打了很多萬支AstraZeneca的針 沒有問題 而全世界也有不同的地方 打過這樣的針 在亞洲 尤其是很多人打過AstraZeneca 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在加拿大用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 是安全的用 到現在為止 但是我們要繼續觀察下去 一旦有變化 我們會找到這樣的問題 我們會繼續跟蹤下去 謝謝何醫生 想問你 醫生會不會知道 哪些人是可以 現在加拿大那裏打針呢? 譬如是否一定要是 CITIZEN 或者PR 我們有一些朋友 可能是 國際學生 或者可能他離開了加拿大 都好一段時間 但是近來就回流回來 那些人可不可以去打針呢? 還是只可以加拿大的 市民或者PR才能打針呢? 是 很感謝你的問題 我都未必能解答到 因為我不是政府人員 但是我或者我會提供回到 我們溫哥華沿岸的衛生局 問這個問題 我知道 是加拿大市民 18歲或以上 就一定可以打的 是免費 就算是回流 如果你是加拿大公民 也應該可以打的 但是我就不知道 如果你是海外人士 可不可以在這裏打呢? 這個我真的回答不了 對不起 所以我這個問題 我要遲些再解答 或者我可以公佈回答案給你 或者你可以放在那個 中橋輔助會那裏 我們可以在那裏解答 但是對不起 那一條問題我回答不了 好 沒問題 謝謝何醫生 有朋友問 就是他最近打了一支COVID-19的病毒 打了第一針 其實他可能 他本身也有一些病 他接下來要打一支生蛇針 那他是不是應該要等 打完第二支COVID-19的病毒 之後才打這支生蛇針 還是沒有問題呢? 明白 這個問題問得好 所以多謝各位 第二就是 有很多時候打這支生蛇針 要配合他其他的藥物 或者配合打這個新冠病毒的針 所以在這個特別的情形之下 最好是去回家庭醫生 知道是什麼時候打針 什麼時候打過這支生蛇針 什麼時候打過這支生蛇針 那麼家庭醫生會和他盡量去解答 當然他打了第一針之後 第二針是會16個星期再打多一支 那個人也會做一個考慮 他家庭醫生會詳細和他談的了 好,何醫生 我們也有一些參加者是懷孕 懷孕 他就想問 可能現在懷孕期間 或者暴雨期間 就是懷孕人奶的時候 可不可以打這個針呢? 是可以的 現在懷孕或者暴雨也是可以打針 因為現在通常有人想 85歲以上不需要打針 但其實有很多工作人員已經打了針 也有這樣的情形 懷孕或者暴雨打針是沒有問題的 好,那現在其實市面上也有一些新聞 就說我們現在有變種病毒 那麼現在我們加拿大有的疫苗 那我們打了之後 是不是可以對這些變種病毒是有效的呢? 這個問題也有很多在做臨床的實驗 也有很多在跟進的證據 不清楚那個最後最終的答案 但是我們知道有某種的變體 是打了疫苗後有幫助的 但是也知道有些變種的 現在因為剛剛在變種 所以我們要看看將來的觀察 我們知道輝瑞和摩登納 做它臨床12月的時候 還沒有變種出現 而打AstraZeneca和Johnson & Johnson 那兩種臨床實驗的時候 已經開始有這些變種 進入了我們的社會 但是在那兩個情況下 所有的疫苗都發現 是對這個新冠病毒有幫助 是有抵抗力 所以我們呼籲 就是一定最好打這個疫苗 但是也都要繼續小心 如果有些變種是強的 它可能也都會減低你對這些變種的 疾病的深切度 就是由很嚴重變到輕 也都有這樣的情形 因為它對病毒有一定性的抵抗力 所以其實打了針 是令到你的免疫系統 對這些激蛋白質有了認識 而作出這樣的抵抗性 所以我們現在是呼籲大家 繼續去打疫苗 我們也在科學上繼續觀察 看看這些變種 會不會因為變種 令到就算打了針的人 都會有染病菌的發生 所以這個一定要在科學上繼續觀察 但是我們可以做到 對我們自己的保護 以及對社會的保護 就是作出打疫苗針的一個步驟 謝謝何醫生 我們還有一些問題 很好 問得很好 所有問題 是的 都知道了 學了很多東西 想了解一下這個疫苗有沒有後遺症 即是我們現在加拿大打了疫苗之後 會不會有後遺症 以及打了疫苗之後 其實它有效有多久呢 會不會說我們以後每年都要打 多一次這些疫苗呢 是的 到現在為止打疫苗 我們未發覺有短期內 即是在這一年內有什麼 因為疫苗而發生的後遺症 沒有觀察到這種情況 我們會繼續去觀察下去 當然 繼續去認識下去 我們就知道到現在為止 打完針之後的副作用呢 是很低 剛才都說過了 10萬宗 只有10個報告 是嚴重的報告 但是再長一些後遺症呢 要繼續觀察下去了 但是通常來說 如果在短期 即是半年內 因為我們的經驗都是大概半年 在這裡沒有什麼大的問題 將來會有大問題 會越來越少了 第二 我們不知道 不知道 現在打了疫苗之後 可以有這個免疫系統的作用多久 是六個月 一年 或者兩三年 還是怎樣 我們知道以前 譬如肝營 月形肝炎 我們打了針後 是有一輩子的作用 一輩子的幫助 我們也知道 有些疫苗 譬如感冒性的疫苗 我們每年要打 因為它不同的變種 因為這些病菌 很多時候會變種的 所以其實 這個新冠病毒 將來會怎樣呢 很少人可以預覆到將來是怎樣 所以我也在這裡 不可以告訴大家 就是說打了針之後 對這個新冠病毒的抗拒會多久 但是最重要就是 在這段時候 如果要保護大家 我們知道 起碼有幾個月的作用 起碼可以保持到 這個不會使得我們有第三 第三波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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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打針 是十分重要 令到我們社會 有這個安全性 令我們自己有安全性 亦都可以給我們社會 有一個機會 可以重新開放 謝謝我醫生 有些朋友 他們可能本身有一些 情緒上的問題 例如焦慮症 他們都在吃藥 如果焦慮症發作的時候 就會血壓急升 和身調加速 他都覺得 因為始終打針 都會比較緊張 他可能都已經看到 即是到時要打也好 他打的時候都會很緊張 可能都會出現這個血壓高 這樣的情況 那他應不應該繼續去打這個疫苗呢? 十分明白 有很多時候 我們面對挑戰的時候 我們個人都是有這樣 可以說戰戰兢兢 也很多時候 會令到我們自己覺得 哇 好像十分緊張 而且有心 好像很不安樂 所以我很明白 我的朋友為什麼問這個問題 我想說的話就是這樣 第一就是 先說這件事情 如果雖然你在吃藥 是關於情緒上的藥 不會影響到你打疫苗 有問題 這個沒有這樣的作用 但第二 有些人是對針 有特別的 就是怕打針 就是叫做needophobia 我也都明白 在心理上想去做這個挑戰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但到現在為止 沒有其他疫苗 可以不打針給你 有時候有些疫苗 可以擠到鼻子裡面 但到現在為止 新冠病毒沒有這樣的選擇 只是打針的選擇 第三就是打針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緊張些 也很多人會這樣做 但一打針之後 過了之後 血壓會低 人們會放鬆 那也不是一個大問題 最重要就是 臨到那個時候的挑戰 在這個時候 怎樣去抵抗這個呢 如果有朋友 一起跟你去 或者有人跟你一起聊天 舒緩你 或者你知道 打針之後 你就不會時事 好像每天都要悠患著 新冠病毒 可以令你心理上放鬆的時候 可能在那一分鐘打的時候 是有一個挑戰 但打完之後 有它的好的後果 謝謝可醫生 希望幫到 是的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會怕打針 其實都是理解的 至少大家都會知道 可能情緒上面的一些困擾 都不會令到 他不適合打針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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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有些朋友想了解多些 關於這個 這個COVID-19的針 以及感冒 的針 其實那個關係是什麼呢 譬如 我們有位朋友 就問他來加拿大之前 在香港 有家庭科醫生跟他說 他千萬不能打任何的感冒針 所以他來了加拿大之後 他從來都沒有打過任何的感冒針 那如果這樣的話 那他是不是都不適合打 這個COVID-19的疫苗呢 那我回答這個問題 回答兩種答法 第一就是感冒針 和新冠病毒針 不是說打完一針 可以將兩個問題都避免的 就是打了感冒針 不可以讓你避免新冠病毒 打了新冠病毒疫苗 亦都不可以為你避免這個感冒 所以你要保護自己 要打完兩針 第二就是 我不清楚這個朋友 為什麼他家庭醫生說 不可以打感冒針 那他是不是因為他超敏感 如果因為超敏感 就要發現 是不是他對那個感冒 那個藥性的敏感 還是感冒藥裡面的一種防腐劑敏感 我就從那裡發現 那各位朋友 最好和你家庭醫生談談 就發掘回舊時 是因為什麼情形 是有敏感 如果需要的話 見一個敏感專家 去做一個揣摩 可以發現到將來 他需要怎樣做 是 那位朋友跟我們說 他是很敏感 超敏感的 是 明白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一定要和你家庭醫生合作 就是發現了為什麼會超敏感 你也可能要見到一個敏感專家 來幫你分析 謝謝醫生 我們的時間其實都差不多了 或者問了最後一個問題 我們因為其實醫生 你剛才在那個PowerPoint 也有提到 如果他們將來有問題的話 其實都可以打去811 那裡去諮詢 或者跟自己的家庭醫生去談 因為他們的家庭醫生 是最清楚他們的狀況 那想請問一下 如果是濕疹、皮膚過敏、花粉過敏 這些是否都屬於過敏 不可以打疫苗呢? 如果是對陳過敏 或者是對花粉過敏 那些不是影響到你這個病毒的疫苗 你可以打針的 但是在詳細情形 因為很多人都用敏感 兩個字比較普遍一些 最好就是和你醫生確定 你對什麼敏感先 然後由那裡決定 你會不會因為有某種元素 令到你對這支針的敏感 在這個呢 我在這裡解答不了 最好是那個朋友 和你家庭醫生揣摩一下 你敏感 其實是什麼敏感 然後對症下入 謝謝何醫生今天的講解 我們透過法文文節 都知道了很多額外的資訊 也希望今天的講座可以幫到大家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時間關係 我們不能回答所有問題 但何醫生已經盡量幫我們回答了很多問題 如果有問題的話 都可以打回811 或者諮詢你們的家庭醫生 811的話 都會有一些翻譯服務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他們都會有一些很專業的意見 可以提供給大家 我們再次多謝何醫生的講解 而今天的悲思省COVID-19疫苗計劃 都會結束了 多謝大家的參與 大家也可以在3月27日或者4月1日 參加我們的普通話講座 我們再次多謝何醫生的講解 今天的幫助 謝謝你何醫生 謝謝你們 謝謝你 拜拜 拜拜 拜拜大家 大家安全